2003到2004年间 出身彰化农村的杨如门 为要求政府正视农民生计问题 接连在台北放置17件老年物 十年后 杨如门的故事被拍成电影《百米炸弹客》 公司一文大道就邀请电影导演卓丽 和男主角黄建伟 谈谈从新闻到电影的《百米炸弹客》 《百米炸弹客》